台湾厂商代表透过网络视讯 和中东非洲各国公司进行远端会谈 推销自己的产品及所能提供的服务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 运用数位科技走出拓展全球的捷径 透过收集买组的足迹 精准的知道说买组对什么样的产品有兴趣 然后送给产展的厂商 那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更为精准的接触到买组 所以从前年到去年 其实这两年我们已经服务了 200多家的台北市的企业 台北市政府和贸协连续三年举办经贸拓销计划 今年主题是强化城市行销 深化产业合作及提升内需市场连结 并规划三场全球视讯采购煤盒会 两场台湾形象展设置台北馆 目标抢占全球外销市场 这三场的全球视讯的煤盒会里面 有一场是台北市非常重点来推荐的 生技医疗产业的专场 那锁定台北市有高发展潜力的北美 跟欧洲等先进国家的医疗市场 那也是这我们相关的活动里面 以单一产业别为主题的拓销活动 这项计划已经服务200多家台北市企业 与上千家海外买主价谈 共创造37.8亿新台币商机 持续获得企业肯定与好评 9月10月还会安排和欧美 南亚生技医疗专业买主价谈 进行一对一媒合 商机不停歇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报道